地上留有斑斑血機和沾有鮮血的衛生紙 深夜發生砍人事件 原警獲報後趕往現場 仔細一看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市三重工商校門口 30號凌晨12點多 一名男子遭砍後倒臥在路邊 警方抵達現場時 砍人嫌犯早已逃逸無蹤 被砍男子也緊急送醫治療 原警在校門口警衛室 六月相關監視器 警方表示被砍的26歲成姓男子 因為債務問題 與債務人相約到門口還債 沒想到雙方起了口角 債務人還拿出遇藏的刀子 攻擊成姓被害人後 騎機車逃離現場 有一個穿迷衣的 身材不高 蠻瘦的 在那邊砍他 有沒有看到砍他 就是看到好像 一開始有些行車糾紛 結果原來是那個年輕人在旁邊等他被砍 我只看到他跑掉 不知道就牽那個機車走掉 陳姓男子身上多處刀傷 背部也被砍傷 一到三十公分傷口 緊急送醫治療後 所信沒有生命危險 目前警方已經鎖定一名男子 要將他逮捕歸案 接著侯宇翔新北市報導